代政与敛财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朝廷大小官员从内阁大臣到六部唐司 再到阎关玉石 齐刷刷的贵服在文华门 官员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奏本 请求皇帝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 而且看那架势批复恐怕还得立即下达 如此寝室工作实属罕见 这其实是被逼无奈 万历十八年以后到四十八年七月驾崩 三十年间皇帝只上过两次朝 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和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面都见不到群臣心里如何踏实 不踏实的感觉早就有了 十四年九月底 皇帝便开始称病不潮 那时他才二十四岁 因此礼部的一个官员就说 头晕眼黑这样的病不是年轻人该得的 不已有而有之 则上伤圣母之心下害臣下之听 皇上可别吓唬人 万历却不管 说不上朝就不上朝 这倒也罢了 反正正由宁室记责寡人的模式 古已有之 能够祭祀天地祖宗也算尽职 可惜这件事皇帝也不想做 万历十九年四月初一 是他最后一次祭祖 以后就全由别人代劳 看来他连祖宗都不想见 何况臣下 当然陛下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 单独召见革臣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但多半偶异为之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 由于给生母慈圣皇太后作寿 万历遇皇集门接受群臣祝贺 然后又与首府王熙爵谈话 辞别时 王熙爵可怜兮兮地说 今日见皇上 不知再见何时 可见首府见他 也不容易 皇帝的正当理由是 身体不好 他对王熙爵说 朕也要与先生美常见 只是朕体不时动火 这是一件不大说得清的事 要说装病恐怕夸张 有太医院在 生龙活虎的人可怎么装 数十年编造病状也很麻烦 但要说丧失工作能力 同样夸张 更何况万历还是挺管事的 管得最多的是弄钱 弄钱是因为开销多 缺口大 万历二十七年润四月 陛下为朱皇子婚事 索要太苍银 二千四百万两 户部的回答竟是 国库已空 这可怎么过日子 尽管那日子 过得也太奢侈 但皇帝是不能寒酸的 尤其当年 张居正还老讲什么勤俭节约 即便为了出这口鸟气 也不能紧紧巴巴 缩手缩脚 当然 皇帝花钱 也不完全是报复性消费 有些事仍属必须 比如打仗和修复宫殿 不过他最想做的 还是要绕过六步 广开裁员 增加内堂 这就只能依靠太监 于是负责采矿的矿间 和负责税赋的税间 便被发明出来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首批矿间被派往京基 没过多久 便迅速扩大到河南 山东 山西 浙江和陕西五省 十月二十二日 税间也到了通州 值得注意的是 派出首批矿间的七天前 人圣皇太后病逝 皇帝因病 缺席了嫡母葬礼 之后却并没有耽误派出税间 力度之大 不像病人所为 这可真是尽孝无力 脸才有方 结果也令皇帝满意 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 共得银五百多万两 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农业税和盐税 但要比关税和商税多 可惜陛下并不知道 他那点收入远远不及那些太监的进账 仅仅广东税间 李凤就贪污了五千万两 敲诈勒索得来其他财物 还不计算在内 这皇帝气非冤大头 地方上却苦不堪言 想想看 太监哪里懂采矿 也只能胡来 要么遍地开花乱挖 要么借此名义刮地皮 反正作威作福是会的 横征暴脸是会的 贪赃枉法是会的 何况他们系皇帝委派 又直接向内库进奉 政府官员管不了 也没有制度保障 除了搞乱经济 激起民变 岂能有他 太监监管矿税 祸国殃民 万利却对此心心念念 其他人的奏章 事情再急也爱理不理 矿监和税监的 却随盗随看随批 三十四年正月 云南发生民变 作恶多端的矿税太监 杨荣被杀死并焚烧 皇帝听说 居然几天不吃饭 直到惊动慈圣皇太后 才肯进食 这倒真该叫做有病 好在到三十三年十二月 他总算不采矿了 却也继续不上朝 不见人 不批奏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 主要官员出缺 也不补 就连立部上述的职位 控着 他都不管 很难判断 皇帝这样耍无赖 是不是要跟 内阁和群臣赌气 但是中央部门 正值首长长 长期空缺 开此先例 恰恰与派遣矿税太监同时 也就是说 都在万历二十四年 国家机器 眼看无法运转 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忍无可忍的首府赵志高 上书皇帝痛心地说 立部长印无关 四思诸物停格 朝廷和地方官员 旧者不生 心者无知 监察部门 无人无力 胡鼠豺狼 一切不问 各处私道郡县官员 玄缺未卜者甚多 凡此种种 可都是祖宗二百年来 未有之事啊 那又如何 万历 无动于衷 这时赵志高 已经七十四岁 他原本就性格懦弱 被人看不起 此刻夹在皇帝和朝臣之间 更是左右为难 万般无奈之余 赵志高只好在第二年 宣布养病 一养就是三年 最后病死在官邸 得到了太傅的头衔 和文艺的嗜好 缺官不补 则一如既往 到万历三十年 六部缺正职首长 尚书三名 副职首长 侍郎十名 中央严见监察部门 缺官九十四名 省级地方官 缺中央特派员 巡抚三名 相当于省长的 布政使和暗查使 共六十六名 领缺知府 二十五名 应该派遣 御史巡行的差物 全国原本有十三处 竟九处无人 三十二年 群臣祈福文华门请愿 并非没有道理 此后 问题越来越严重 万历三十九年 四月十七日 阁臣叶向高 向皇帝报告 中央九大政府部门 政府首长 朔国仅存八人 坚持上班的正职一人 副职二人 其余五人 全都渡门不出 内阁 也只有他自己在岗 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 皇帝 却还是无所谓 其实 万历的戴政 岂止缺冠不补 四十一年七月十一日 叶向高的总结是 典礼当行而不行 章书当发而不发 人才当用而不用 政务当休而不休 议论当断而不断 总之 该做的事情统统不做 就连朝臣提出辞职 有时都置若妄闻 没奈何 大家只好自己走人 四十年九月 首府李廷基 拜书自去 四十一年七月 兵部尚书 掌督察院士孙伟 拜书自去 同年九月 立部尚书赵焕 拜书自去 四十二年八月 李部幼侍郎孙慎行 拜书自去 意思很清楚 这活咱干不了了 走的这些人 可都在要害部门 实际上那个李廷基 早就罢工 他是万历三十五年五月 以李部尚书的身份 入阁的 第二年十月 就请兵驾 还渡门谢客 拒不负缺 此后四年 他名义上是首府 实际上养病 最后选择了 自行下岗 真正在内阁工作 只有十一个月 其他时间 就靠叶向高维持 叶向高当时 其实年富力强 只有五十多岁 但同样深感 心力交瘁 终于在四十二年八月 成功辞职 想想也是 独目难知的他 为了增至阁臣 奏章竟写了上百份 最高监察官员 都于使 十年无人担任 六部尚书 只剩召唤一人 后来还拜书自去 陛下却始终不肯补缘 换谁都会觉得 心灰意冷 看来 这位皇帝真是 待于林政 勇于敛财了 何以如此 却是个谜 甚至从晚宁开始 便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是不该让 身实行这样 不讲原则 只值迁就地 担任内阁首府的重任 万利的偷懒和耍赖 也都是他惯出来的 真是这样吗 那就来看 深实行 首府 深实行 苏州无限人 深实行 是家境四十一年的状元 这样的首府 并不多 前面一位 就是好好先生 李春芳 万利六年 张居正回乡藏赴 深实行 被推荐入阁 排名第五 十一年四月 论资排辈 升到首府 十九年九月 以太傅贤 致世 四个月前 皇帝又上了朝 之后就只有 二十三年正月 这一次朝会记录 从此君王 不造朝 这恐怕很难说是巧合 然而要将万利皇帝 不释朝 归罪于深实行 也不大能够讲通 因为统计数据表明 深实行担任首府后 释朝次数明显增加 十一年只有十三次 十二年就变成三十八次 接下来 十三年三十七次 十四年四十一次 曲线呈上升趋势 以后的次数 虽然锐减 十五年和十八年 各七次 十七年只有两次 但十六年 也有十八次 不比以前少 他的不释朝 应该另有原因 深实行主持革武的八年 却值得注意 这八年 几乎决定了帝国今后的走向 刚开始的想法 反倒单纯 亲操权柄的皇帝 绝不愿意再出现张居正和冯保 深实行同样不希望重蹈恩相的覆辙 这个共同的目标 其实得以达成 朝廷里固然再没有可以抗衡 或者代行皇权的人物 功成身退的深实行 也在家乡平静地度过了 二十三年离职生涯 活到八十岁才去世 赵赠太师贤 世文定 比严嵩高拱和张居正的结局都好 如此堪称善于谋身 这里面未尝没有性格和为人的原因 舆论也公认 严嵩阴毒 高拱跋扈 张居正霸道 深实行谦和 更重要的是 他严守君臣的界限 不以帝师自居 而以俯臣自认 尽管万历一直客客气气 称他为先生 深实行却绝不会有非分之下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打工仔加何事老 表面上看 这未免过于乖巧圆滑 显得没有担当 然而正是这并不高尚的定位 让他得以行善积德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 七品芝麻官大理寺左平氏 落于人 鉴于皇帝陛下久不世朝 祭祀祖宗也让别人代理 便学习海瑞 写了九色财气四真书 给万历 直言不讳地批评 陛下圣体为和 根本原因是 酗酒 好色 贪财 和乱发脾气 这种病非药物可治 只有戒掉那些 不良嗜好和陋习 才能够有光明的前途 万历看完 恨不得杀了那家伙 落于人倒不怕死 他明确表示 只要陛下肯听他的批评和建议 他愿意马上就行 这就杀不得了 杀了就等于承认他说得对 而皇帝是绝对不肯承认的 相反 他见到申时行 便极力进行自我辩解 声称九色财气 一条都没有 申时行当然知道 落于人所言不虚 此人上书那年 皇帝世朝便只有两次 但他不能附和 更不能反驳陛下 只好含糊其词打圆场说 此无知小臣 误听道路之言 万历马上打断 他还是初位孤明 申时行也立即顺着说 是啊是啊 皇上若众处之 事成其名 反损皇上圣德 唯宽容不教 乃见圣德之圣 万历点头 倒不是损了朕德 却损了朕度 但他又说 朕气得不过 申时行只好获悉尼 他建议将奏书流中不乏 同时传遇大理寺 让他们暗示 落于人因病请辞 结果是 该官被罢 但没有受到停障 皇帝的面子和他的屁股 都得到了保全 这个华头耍得善意 实际上酒色财气有没有 还真不能摆到桌面上 除了装糊涂 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 只是申时行没有想到 万历却学会了耍赖皮 以后遇到难题 甚至仅仅心情不好 就来个装聋作哑 流中不发 哪怕事情十万祸及 也如此 但这怪不了申时行 恰恰相反 这个事件证明了 万历的不适朝 并非他的责任 按照落于人的说法 陛下身体不好也是真的 只不过适出有因而已 但皇帝的私生活 又哪里是申时行管得了呢 也只能说些清心寡欲的空话 何况 流中不发的事情也早已有之 实在 十五年十月 大学士申时行 请发流中奏章 就是证明 那时 落于人还没上书 不过最让申时行为难的 还是张居正 事实上 张居正把他拉进内阁 培养成接班人 原本是希望自己在将来 得到关照的 这一点 申时行没能做到 也做不到 他只能听任万历 定张居正的罪 抄他的家 顶多能为老太太求点情 但是当有人捕风捉影 捏造罪名 要将张居正 以大逆论处 开关录诗时 申时行 毅然出手救援 他向皇帝指出 此奏以暧昧之词 乌人谋反 如若查办 只怕谗言就会接踵而至 这可不是清明之朝 该有的气象 万历 最怕别人说自己是昏君 张居正 这才保住了最后的体面 考成法 却只能废除 这不仅出于 去张居正化的政治需要 也出于申时行 自己的考量 在他看来 张居正除了有过度自信 严峻细刻 得理不让人 生活作风不够减点 等等问题外 最大和最根本的错误在于 完全不懂如何治国 当然 申时行没有说过这句话 但应该认真想过 考成法的初衷和利弊 结论是 弊大于利 得不偿失 事实上 税妇能否如额征收 盗匪能否按时捕获 并不完全取决于 官员的努力和能力 如果以此 作为考评的条件 不是导致基层弄虚作假 就是逼得他们 无良为盗 这又岂是盛朝气象 就连提高行政效率 也没有必要 帝国的治理目标 原本不高 只要黎民不羁不寒 官员不吵不闹 就是太平 那又何必提高能力 和效率 相反 政令的雷厉风行 考计的公平认真 只会给文官集团 带来恐惧和不安 官不聊生 必定朝野动荡 因此维持政府的 低效和低能 反而是人间正道 太平无事 无事即太平 于是 万历十五年考察 人家经官时 身实行 高抬贵手 网开一面 大小官员 都得以各安其位 被罢免或降职的 少到只有三十三个 且都公职于 无关紧要的部门 算是考计制度 得到严肃执行的 一个象征 结果上上下下 好评如潮 朝廷走出了张居正的 阴影 身实行的好日子 却也到了头 正如张居正 不知道稳定比效率重要 这位何事佬 也忘记了官场 还需要洗牌 如果总不洗牌 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 游戏也就做不下去 何况朝廷养了 一大帮严见官员 和监察官员 他们要尽职尽责 就得找查 挑毛病 以至于这些人 跟内阁 竟视同水火 相互为仇 其实早在万历十三年 对身实行的攻击 就开始了 有人企图 以受攻选址不当为由 要求身实行下台 同时密谋 另推三府 王熙觉 继任 幸亏二十三岁的皇帝 并不糊涂 他愤怒地斥责 那些人说 阁臣直在左里 难道是风水先生 王熙觉 则因为闹事的 有自己的门声 而宣布 引咎辞职 他说 大臣不能率群臣 师长不能训弟子 老成 而为恶少年推荐 三条有一条 都该自己走人 阴谋 这才未能得逞 想想也真是可悲 海瑞以身作则 希望能够以道德 清楚击毙 引来怨声四起 张居正锐意革新 试图运用法令 振作精神 结果抗拒恒生 深诗行 妥协安抚 极力靠调和 来维持团结 终致纷争不已 他们 都败给了 无形的敌人 心灰意冷 且无力支撑的 深诗行 只好辞职 第十一次时 万力也没 好意思挽留 何况两天前 赐福许国 已经离去 其实这时 京城里充满紧张的气氛 皇帝与庭臣闹僵 左右逢源的何氏佬 也变成了 千夫所指的受气包 因为他们都陷入了 一个大麻烦 以至于陛下 对文官集团 恨之入骨 又无可奈何 他在此后 拒不示朝 甚至不批奏章 不补官 这是原因之一 这个麻烦 就是利楚 万历十年八月 也就是张居正 去世两个月后 公非王氏 生下了皇帝的 第一个儿子 皇长子朱长洛 照说 这在皇家 是天大的喜事 对于本朝 却很不幸 因为王氏 原本慈宁宫的宫女 在陛下 看望太后时 被弄上了床 若非慈圣皇太后 豁达大度 又叛孙心切 这个可怜的女人 根本就封不了妃 三年多以后 麻烦来了 万历十四年 正月初五 皇三子 朱长巡出生 她的母亲 是陛下 最宠爱的女人 郑氏 早在十二年八月 就封为贵妃 子以母贵 更兼偏爱 这孩子 岂非会夺储位 要知道 皇后没有儿子 皇次子朱长巡 又夭折了 连生母是谁 都不清楚 本朝历来主张 以礼治国 太子作为国本 又岂能不备受关注 责任 落到了首府 申石行身上 申石行不敢怠慢 皇三子即将满月时 他就赶紧领衔上书 请立东宫 而且话说得很明确 国本细于原良 主气莫若长子 这就打响了 旷日持久拉锯战的 第一强 而这第一强 是很奇怪的 因为这时皇帝 才二十四五岁 皇后难道就不会 也生儿子 皇后的儿子 是嫡长子 比皇长子高贵多了 万历却批示说 原子应若 稍四二三年举行 他也不提皇后这茬 相反 皇帝决定将郑贵妃 升格为皇贵妃 于是朝野上下 无不便地高度警惕 纷纷上书 请立太子 当然 他们也不敢反对 册封正非 只是提出 应该也将公妃 封为皇贵妃 这倒不实为妥协方案 万历却歇斯底里 大发雷霆 这册封士 非为楚二 而等岂能妄测上意 怀疑朕力又费涨 看看 做贼心虚 不达自招吧 其实万历那点小心思 谁都看得出 她就是要立 郑贵妃的儿子 但这不但违背 祖宗惩罚 会被舆论谴责 就连慈圣皇太后 也不以为然 某天 皇帝到慈宁宫 向母亲请安 太后便问 外庭诸臣 多说该早定掌戈 如何打发她 皇帝撇撇嘴说 她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勃然变色 你难道不是 皇帝猛醒下地 扑通跪下 半天不敢起身 没错 慈圣皇太后 原本也是宫女 宫女的儿子 怎么就做不得太子 万历自知历亏 只好公开表态 历处以长幼为序 祖宗家法 万事当尊 朕养奉成献 俯查于情 岂肯以私义 为辅公论 国本有归 朕以明白小事 代妻举行 又不打自招 私义是啥 说来听听 所以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 皇帝 理亏气短 且孤立无援 但执拗倔强 群臣理直气壮 又有太后支持 却不敢粗心大意 万历十八年 正月初一 皇帝在御德宫 召见申十行等 内阁大臣四人 在谈完 落于人的奏书后 申十行 不失时机的旧话重提 皇长子已九岁 望皇上 早定大意 万历说 朕无嫡子 长幼自有定序 为了让大家放心 陛下在申十行等人 已经退下后 又把他们叫回来 与皇长子和皇三子见面 不过 尽管当时皇帝的心情很好 也很像慈父的样子 还牵着皇长子的手 但对于立储之势 仍不松口 依然说 朕念无嫡子 所以从容 申十行等人 只好退而求其次 请定出格奖学日期 由于这项权力 以为太子独享 因此能够实现 也算进步 皇帝自己是过来人 心知肚明 当然不予理睬 这下子群情激愤 立部尚书率领同僚 集体请愿 内阁大臣称病不朝 引咎辞职 就连郑贵妃的兄弟 也出来说 皇贵妃曾贵请 立皇长子云云 皇帝只好宣布 明年筹备 后年策封 然而到了第二年 什么动静都没有 本来就不相信 皇帝的人们 忍不住了 有的弹劾身实行 阴谋一处 有的请示 准备工作的日程 皇帝立即抓住机会 大耍无赖 他批示说 父子至亲已有名誉 期待你被烦扰邀功 本遇过寿节举行 这思被屡屡催击 其策立之事 着改于二十一年行 赖皮耍到这个份上 当然舆论哗然 这时 深时行虽然还想坐和氏牢 却被视为两面派 只好灰溜溜下台 接任首府的王家平 干不下去 也退休 这样到了二十一年 皇帝只好请回 在太仓老家尽孝的 王熙爵担任首府 同时提出一个 自名得意的解决方案 皇长子 三子和五子 暂并封王 等到数年之后 再考虑东宫问题 他的理由是 皇后还年轻 如果现在就立处 过两年他又生了 是封王呢 还是俩太子 这时 他倒想起了皇后 王熙爵左右为难 他倒是想顺从皇帝 无奈其他多数人都不同意 抗议书雪片般飞向狱前 还有人来到内阁 与王熙爵辩论 态度最为坚决的 是公布主事 岳元生 王熙爵问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岳元生说 除了挽回 别无商量 王熙爵说 以诸位的名义 报告皇上 可以吗 岳元生说 就是元生为首 听仗或冲军随便 王熙爵说 皇长子跟三子和五子的仪仗 还是有区别 岳元生说 那是办事员的事 不是阁臣的事 王熙爵 哑口无言 下属和学生也来劝他 他们说 一旦三王并封 策立太子就不知何年何月 甚至弄不成 到时候要追究责任 谁能保证 皇上把往来文件 都公之于众 浑身是嘴都说不清 两个学生还哭 老师 那可是灭族之祸 要遗臭万年呢 王熙爵毅然决定 迫使皇帝收回成命 甚至不惜这样警告陛下 太子至今不定 天下不宜皇贵妃 而谁已 皇贵妃不自认以为 己则而谁则 万历只好取消 三王并封的动议 也同意明年让 皇长子出格读书 但有个附加条件 皇三子与皇长子 同时举行出格典礼 理由是 两人的年龄相等 王熙爵说 差了四岁 怎么相等 万历只好让步 但他又出幺蛾子 要预算 负责此事的内城运库太监 揣摩第一 开了份天价账单 户部说 开支太大 皇帝说 没有钱吗 那就多等几年 户部只好免为其难 皇长子朱长洛的出格典礼 也在二十二年二月初四举行 其实没花多少钱 王熙爵终于完成历史使命 便在三个月后的五月二十三日 告老还乡 然而 官礼 婚礼 和策礼太子礼 则被拖了又拖 甚至确定了策礼日期后 皇帝还要不停地找借口延迟 一会儿是钱粮不足 一会儿是策保未完 补一而足 只是这些托词 都被首府沈一贯顶了回去 缺什么以后补 日期不能变 皇长子 这才成为皇太子 须领二十 这时已是万历二十九年 十月十五日 四年二月十三日 又举行了婚礼 三天后的深夜 陛下突然在启祥宫 紧急召见首府沈一贯 他悲怯地说 沈先生来 家儿家父 仅富与先生 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 有事还见证他 讲学勤政 朕见先生这一面 舍先生去也 原来皇帝是要脱姑 当然这是虚惊一场 第二天 他的病就好了 而且立即开始耍赖 将头天晚上 亲自做出的决定 比如停止太监 采矿和收税等等 全部推翻 为了追回发出的御址 他竟然派宦官二十多人 冲进内阁公然索要 差点演出全武行 这事就连司理太监田义 都看不下去 君无戏言 决定了的事情 怎么能改呢 皇帝气得要亲手杀了田义 田义却无所畏惧 越说越激动 反倒是沈一贯魂飞魄散 乖乖地交出了文件 所以后来田义见了他 恨不得往他脸上吐口水 皇帝和首府 都已经不如一个太监 是谁乱国 虚惊之后的万力 更加懒得管事 朝廷却并不因此而风平浪静 第二年11月12日 黎明时分 一本冒名某监察官员的小册子 神秘地出现在朝房和大臣们家门口 这篇用对话题写成的文章 接触惊篇大阴谋 有人密谋换太子 且看部分对话内容 问 现在国本已故 先生为什么还要担忧 答 当今行事时 烈火放在干柴下了 问 难道储位不稳 答 不得已而立之 其实准备改立 问 换谁 答 福王 黄贵妃的儿子吗 问 何以知之 答 诸庚入阁 庚就是庚 问 一己之力就能变天 答 竹秀之营 官场中比比皆是 问 知道都有谁吗 答 十个 王世阳 孙伟 李问 问 沈阁老难道不阻止 答 那人阴贼 只会利用别人 不会被人利用 这些话 一看就是胡扯 任命朱庚为大学士 确实在策立太子的 二十多天前 但他快七十岁了 生下来就叫朱庚 跟朱明王朝 更换太子 有什么关系 何况 同时任命的还有神礼 如果朱庚就是庚换 神礼又意味着什么 跳龙门吗 但是看了小册子的 无不大惊失色 白口莫辩的朱庚 更是魂飞魄散 立即上书表明心计 声称自己老病衰朽 而蒙皇上错爱 可谓恩荣处于望外 死亡且在墓前 哪里还敢有 觊觎非分之下 莫名其妙地 自取父宗灭族之祸 皇帝当然知道 是诬险 就连小册子上的 作者署名 他也不信 妖书傍人 岂有自助姓名之力 至于被该书 指名道姓的 兵部尚书王世阳 保定巡抚孙伟 和陕西总督李问等 也都是人在家中做 祸从天上来 不过 最可能担惊受怕的 当为朱长洛 因此皇帝特地叫来说 哥儿 你莫恐 不甘你事 可怜兮兮的皇太子 百感交集 叩首贤 父子二人 竟是眼泪汪汪 案子却不能不查 居心不良的首府沈一贯 便趁机暗中策划 将祸水引向竞争对手沈李 办法是诬陷小册子 出于沈李门生 李部侍郎郭正玉之手 此言已出 急于破案的锦衣卫和各路巡捕 立即出动 审理府邸被围 郭正玉的船被扣 大批无辜的人被抓 包括和尚 医生 师爷和婢女 还有锦衣卫某个官员的家属 经时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幸亏最先报案 并负责侦破的陈举 向来平时厚道 又聪明过人 这才阻止了冤案的制造 作为斯里剑丙比太监 兼东厂提督 他当然有权参加提审 因此当医生家奶妈十岁的女儿 出庭作证时 陈举就问 你看到腰书的印板 有多少块 当时是刁板印刷 所以有此疑问 小女孩答 满屋子 陈举一听便知 这孩子是受了威胁利诱 来做假证 以为把事情说得越严重越好 于是看着众人笑眯眯地说 腰书只有两三页 印板怎么会有满屋子 众人面面相去 无话可说 陈举又问郭正玉的事业 腰书是哪天看课的 师业答 十一月十六日 兵部尚书王世阳马上说 十二日就出现了的东西 岂能在十六日才印刷 难道有两部腰书不成 企图陷害郭正玉的 哑口无言 谁让他们工作做得不细呢 此案最后已抓了个诈骗犯 顶罪了结 此人曾经伪造他人诗作 其中有正主成皇屋之句 目的是向正贵妃的家属敲诈勒索 陈举当然清楚 这次作案的不是他 但久不解案 则皇帝必然震怒 漫天撒网又无一所获 既然他有前科 不如将错就错 万利其实也烦了 大笔一挥 凌迟 神力和郭正玉终于死里逃生 其实诬陷他们的人 原本还想继续 没想到那诈骗犯 反倒侠肝一胆 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 无论怎样刑讯逼供 都绝不胡思乱咬 这可真实 仗义美多屠狗辈 父亲都是读书人 尽管他原本是落魄书生 不过事情弄成这样 沈医冠和神力都待不下去 皇帝也在两年多以后 批准他们同时退休 后来两个人都活到了八十五岁 沈医冠赠官太富 神力赠官太师 陈举更是不想惹是生非 他主管的东厂 竟荒芜败落 长满青草 这到未尝不是好事 东厂无事的同时 是缺冠步步 这才有了三十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的 群臣祈福文华门 但是皇帝依然顾我 他继续躲在深宫 悄无声息 隔臣爱见不见 奏章爱批不批 而且既不像祖父嘉靖那样 修仙恋丹 对女人也没多大兴趣 没人知道 他这几十年干了什么 怎么过呢 他活得就像僵尸 万历皇帝怎么会这样 有件事或许可以提供线索 二十一年二月初六 王熙爵约见皇帝 提出三王并风断步可行 必须收回成命 任性的万历很清楚 这次自己又失败了 但于心不甘 便说 朕为人君 齿为臣下邪志 这应该是心里话 也是他要清算张居正的原因 但是他没想到 清算了张居正 却仍然为臣下邪志 那些家伙 总有儒家伦理 和祖宗惩罚之类的理由 让自己不能随心所欲 快意恩仇 他又不像祖父嘉靖那样 能够收放自如 更比不上太祖和成祖 好在帝国有制度 国家大事和人事任免 没有皇帝的意见 就不能决定 那好 朕就不说话 让你们失望 非如此 不足以泄愤泄恨 当然 他也可能是厌烦 如果说亲政之初 年轻的天子还有新鲜感 那么久而久之 他就发现 朕物无聊透顶 那些繁琐的礼仪 都是装模作样 内阁的纷争 则是鸡毛蒜皮 宫门外 又能有什么呢 他可不像五宗皇帝那样 喜欢旅游 陛下 其实活得很乏味 实际上 不但皇帝跟陈辽 常常拧巴 就连朝臣中 内阁与阎官 甚至朝廷与民间 也是撕裂的 万历十四年 东陵党领袖顾献成入京 拜见了时任赐府的同乡 王熙爵 王熙爵见了他就问 族下九居家乡 可是京城里有件怪事 顾献成问 什么怪事 王熙爵说 凡庙堂认为对的 外间一定认为不对 庙堂不以为然的 外间则一定很以为然 顾献成马上朗声回答 学生也听说见怪事 但凡外间认为对的 庙堂一定认为不对 外间不以为然的 庙堂也都一定很以为然 王熙爵哈哈大笑 万历四十八年 七月二十一日 称病不朝三十年的万岁爷 终于驾崩 享年五十八岁 八月初一 皇太子朱长骆继承了皇位 然后很快在九月初一死去 享年三十九岁 再位仅仅一个月 都没来得及使用自己的年号 太昌 老皇上朱义军 则在儿子去世九天之后 被视为显皇帝 妙号神宗 漫长的明中夜 就此谢幕 世界却在悄悄发生变化 一个月后 也就是公元1620年九月六日 有一艘三维港的海船 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 前往北美 去开辟新的生活 她的名字叫 五月花号